会有候选人在喊最低工资三乱 还有就喊三万三 坦白讲 大家就乱喊一通 我想这也不是一个负责人的态度 开栓的就是对手侯友宜提出的基本工资 涨到33K政策 柯文哲射出劳动政策四支箭 只是要涉中的不止劳工的心 还有资方缺工难解 不管是印度劳工或大陆劳工引进 来绿政策通通被各打50大板 劳动部长有出来反驳 他说没有要引进十万名 但是我也知道 本人长期跟民进党交手的经验 他一定不是十万名 但是又可能是九万九千名 我们对移进外劳 头脑要清楚 他是要补足目前台湾劳工的不足 而不是说要整个进来取代 台湾本土的劳工 工资要涨劳工也要补足 缺点问题更是当务之急 民进党两大神主牌 台独跟核能 所以长期以来民进党 变成义和团 宗教团体 义和团 恐怕他们的持续太后 和他的义和团的官员们 要去面对这个 世界列强的主张 眼看2025非核家园 民进党的核能归零 池程悄悄迈进 这节如何解空者 要绿营先忏悔过去 面对2050进行碳排放 然后这些世界先进国家 已经要求说 核能算是绿能 要求要增加三倍 民进党是不是 现在赶快出来忏悔还来得及 道歉是不用的 忏悔就可以了 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劳工跟老板的心 就看蓝绿白谁抓得见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